魏无羡长这么大,才发现自己生活在一本书里,突然出现在他眼前的半透明书籍,让他不得不信,他甚至问过了很多人,是的,只有他能看到。 江婉银黑着脸,魏无羡,你又闹什么?哪里来的书,明天还要比赛呢?能不能回去睡觉? 魏无羡,行吧,我回去睡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魏无羡的好奇心一向挺足的,轻轻地点了一下那本书。 书籍的名字出现了,宗主们的爱恨纠葛,出版方,海棠文学。 魏无羡眨眨了眨眼睛,点开了书籍的第一页,魏无羡不知道的是,从他翻开书的那一刻, 一道类似于金光扇的声音瞬间传遍了整个天下,正在同步念着整本书。 温若韩睁开眼睛,到处看,却什么都没看到,大家都出门找了一圈, 却没发现这声音究竟是从何处传来的。 金光扇作为世家公子榜上的前五,长得肤白貌美,屁股挺翘迷人。 魏无羡自言自语,肤白貌美。 这是夸男子的词语吗? 还有金光扇。 他突然想起来了金光扇微微挺起的小腹,脸上还留着看起来很油腻的小胡子。 说实话,那胡子都不如拦起人的好看,莫名地有一种猥琐的感觉。 除了魏无羡的其他人听着这么奇怪的故事,纷纷沉默。 金光扇大喊,赶紧给我找,到底是哪里传出来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仙门百家正当年的世家公子到了年纪,人人都要去姑苏兰市听学的。 金光扇也不意外,到了云深不知处,金光扇认识了他这一生最重要的几个男人。 魏无羡迷茫,然后继续看下去。 金光扇刚来了,云深不知处非常的不适应,姑苏兰市竟然有一千多条的家规。 魏无羡挑眉,居然才一千多条,他们年轻的时候可真幸福爱啊。 打心底里羡慕。 除了魏无羡,同样被姑苏兰市三千条家规摧残过的人纷纷露出羡慕的目光。 蓝起人打开窗子,到处看,这声音无孔不入地进到了他的耳朵,他堵着耳朵都不行,究竟是哪里来的? 蓝忘机冷着脸穿好衣服,坐在床上,这声音十分大,压根没办法睡觉。 虽然蓝家的规矩多,但是人人长得都帅气逼人,姑苏兰市不管长老还是门生,那挺拔的身躯,结实的胳膊都令金光扇着迷,让他看一眼都觉得浑身舒舒麻麻的。 魏无羡摸了摸下巴,这描写怎么这么奇怪啊? 不过蓝战是帅哈哈哈哈,其他人满脑子不能写出来的想法。 摇不起喝了一口茶,金宗主不是喜欢女人吗?什么时候对男人也感兴趣了? 蓝起人压根没听出来什么,反而非常自豪地点头,他们家的人长得就是好。 蓝忘机,蓝西辰,看来要好好保护他们家的人了,离金宗主远一些。 魏无羡抱着被子翻了一个身,翻页。 金光扇吃饭时,遇到了也是来听学的温家少宗主温若涵,金光扇温柔地向前打招呼。 温公子,在下兰陵金室金光扇。 温若涵看了金光扇一眼,只觉得这人长得白白胖胖的,加上眉心一点红,倒是不烦人。 点了点头,金二公子好。 像魏无羡这种对感情十分不敏感的家伙都看出不对劲了,其他人听书的自然也听出来了。 尤其是那群昏素不计身经百战的人更是猥琐地笑了出来,睡什么觉,听个热闹真不错。 这一夜,全天下的人都睡不着了,除了讲得有些慢之外,真的很有意思。 魏无羡慢悠悠地起来,倒了一杯水喝,不是他看得慢。 他正在从这本以金光扇为主角的书里看到他父母的一些事情,想得也就多了一些。 看书的速度自然也就慢了下来。 第二天,金光扇去上课了,他以为他会见到兰家的少宗主的。 可惜兰家的少宗主出门游历了,如今不在兰家,他只看到了兰家的二公子,兰启仁,明明跟他同样的年纪,却留着难看的山羊胡子,不伦不类的,损了他的美貌,令人可惜。 魏无羡,哈哈哈哈,兰先生年少时就留着那难看的胡子啊,哈哈哈哈,兰启仁,摸了摸自己的宝贝胡子。 温若寒靠着椅背,拦起人那胡子,确实难看。 令金光扇感觉到意外的是,这次听学,居然来了一位女子,据说是隐世高人抱山散人的弟子,名字叫小星月,道号藏色散人。 魏无羡眼睛变得亮晶晶的,关于父母的事情,他知道的太少了,他儿时的记忆全部记不清了,也就偶尔能想起一些伶仃的画面,却没什么用。 原来阿娘的名字是小星月啊,继续向下看,金光扇不知为何不太喜欢这女子,可能是她一来,所有的目光都放在了她身上。 明明昨天,他们都是这么看她的,魏无羡,啊?温若寒深呼吸,老子从来没关注过她。 温大长老敷衍地点头,嗯嗯,宗主你说对,金光扇岁数小的时候,长得确实不错呢。 温若寒,不错个屁,拦起人长得才好呢,她把胡子一剔,谁也比不上。 就这么过去了几天,明明在金林台一直是人群中的焦点的金光扇,忍受不了这种被忽视的感觉。 她决定要做点什么,把所有的目光吸引过来。 藏色散人究竟有什么好的? 除了是个女人之外,哪里比得上她? 夜晚,金光扇把全部的衣服吞去,面前是价值千金的超大水银镜。 她站在镜子前,欣赏自己美好的身体。 呢喃,大家都会喜欢我的。 魏无羡浑身的汗毛,在这一刻刷得全部起来了。 卧槽。 聂怀桑坐在房间里,兴奋地打开扇子疯狂地摇,有意思,太有意思了。 这不比什么画本都有意思吗? 聂明觉迷茫,金光扇有病吧。 金光扇咬着牙,我从来没做过这些事,找到从什么地方传来的声音了吗? 心腹低下头不敢看她,宗主,实在是找不到啊。 金光扇,废物。 魏无羡发誓,在看到这段文字以后,她被隔映得想原地发疯。 听到这段炸裂文字的江峰眠和金光扇也想要发疯。 江婉银猛地推开门,去了江峰眠的房间,阿爹,快把这个胡说八道的人抓住杀了。 江峰眠黑着脸,要是知道是谁,我早就杀了他了。 远在云梦的余子渊,发疯似地冲出来,到处乱抽怒喊, 金光扇。 魏无羡缓了缓自己的情绪,又躺回去了,做了准备继续往下看。 江峰眠被金光扇突然地亲近弄得一愣,有些傻傻地看着他。 金光扇看着他,江哥哥,不喜欢光扇吗? 江峰眠突然牵起金光扇的手,自然不会,善儿你很美。 魏无羡猛地把书盒上,然后把被子盖住自己的头,十分崩溃地念叨,都是假的。 若是两个美少年说些话,他可以接受,可是读这些的时候,魏无羡脑中带入的是他们现在的脸啊。 太恶心了。 很显然,只要是认识二人的人听到这一段时,都被恶心地亮呛了一下。 不认识的人就当听个带劲的话本,十分津津有味。 聂怀桑等了好半天也没听到继续,急得乱转,怎么不继续往下说了? 我还想知道下面他们俩做了什么呢? 听到没声音了,金光善和江峰年同时松了一口气。 而于子渊已经遇见向着不夜天赶过来了。 在他心里,金光善已经变成勾引他丈夫的南湖离京了。 魏无羡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看到的文字太过炸裂,脑袋里不断地闪过文字描述的画面。 中年油腻版本,一直到后半夜,魏无羡忍无可忍,又打开了那本书。 金光善突然闭上了眼睛,江哥哥,善儿喜欢江哥哥,善儿的初吻可以给牛。 本来以为结束的众人,已经睡着了,结果睡得正香呢,又被这么一句炸裂剧情震醒。 蓝忘机睁开眼睛,烦躁地穿上衣服,拿出纸笔,开始默写家规静心。 已经知道这鬼东西在讲什么地拦起人,捂住自己的耳朵,虽然没有用,一脸污了自己耳朵的崩溃状态。 聂怀桑也不睡了,睁开眼睛抱着被子听。 其他人,江峰眠眼睛里闪过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突然捧住金光善的脸,对准他红润的唇果断地印了下去。 头上的银杏树叶落了下来,落到了二人的头上。 两人之间的氛围,却越加浓烈,江峰眠一边亲吻着他,一边搂着他,不断地往着房间走。 衣服在二人的移动中,逐渐减少,遗落在了院子的各处。 房间门紧闭,没多久,就传出了金光善的呼痛声,原来是。 魏无羡不敢置信地看着这段文字,三观尽碎。 原来男人和男人是这样的呀。 余紫渊压根听不进去江峰眠说的话,应该是说,他现在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他就想把所有人弄死,他恨金光善这个勾引他男人的贱人,也恨江峰眠。 听完两个人那么具体的某某,他只觉得江峰眠脏得令他恶心。 鞭子抽了过去,江峰眠被迫加入战场,如今只能先把余紫渊发晕为好。 可是余紫渊的武力值也是算得上好的,一时之间没有那么容易拿下他。 然而在其他人眼中,便是金光善和江峰眠这对姦夫淫不是错字夫合伙欺负原配。 在金光善等人的帮助下,江峰眠终于成功发晕余紫渊。 金光善黑着脸,江宗主最好不要再让余紫渊出来胡言乱语为好。 江峰眠尴尬一笑,金宗主放心,峰眠一定管住三娘子。 金光善现在也是恨得牙痒痒,那个莫名其妙的声音,直接把他的名声败坏得一干二净。 若是说的是他烈焰的故事,他也就算了,奈何完全是在胡说八道。 他居然在那故事中被江峰眠压在身下,气死他了。 其他人的表情就十分地意味深长了,虽然他们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正常, 可是在场的这些人可是都听到二人炸裂故事的。 两人尴尬的关系在他们眼中那就是暧昧啊,拉斯啊,依依不舍啊。 反正,他们两个肯定有一腿。 江峰眠把余子渊带回了江家在不夜天的住所,一包药灌下去, 保证余子渊可以沉睡个两天,才换好了衣服出门准备参加今天的宴席。 魏无羡换好了一套温家送来的红色骑射服, 像是游魂一样的往着比赛场地走,一旁的江婉淫双眼下清黑一片。 魏无羡奇怪的状态没引起江婉淫的注意力, 毕竟她已经知道了所有人都能听到那个故事了, 想必魏无羡也听到了,她这个状态并不奇怪。 江婉淫也不想提起来这件事,毕竟真的很丢人。 魏无羡游魂一样的状态, 结束于看见穿着一身红衣的蓝忘机, 她的眼底闪过一丝惊艳, 迫不及待地跑了几步走到蓝忘机的面前, 蓝战,你抹额歪了,我给你挣一下。 蓝忘机也是一夜没睡, 加上对魏无羡没有丝毫防备, 竟然被魏无羡直接把蓝忘机毫了下去。 这一瞬间,整个场上变得安静如鸡, 一旁的蓝家门声,突然看了看二人。 他们可是听到了那个故事的, 在蓝家同性道理也确实常见。 蓝忘机愣了一瞬间, 还没等反应过来说话呢, 一旁的姜婉淫先发疯了, 魏无羡, 我就知道你跟蓝忘机有一腿, 你什么意思, 想跟着蓝忘机去蓝家了? 你做梦, 你生是我江家的人, 死是我江家的鬼。 魏无羡听到姜婉淫的话, 也愣住了, 把手里的抹额握得紧紧的。 我跟蓝战有一腿, 有一腿, 魏无羡眼睛一亮, 也不错啊。 不过, 蓝战会喜欢我吗? 江婉淫发现, 魏无羡对她的话没什么反应, 还笑了出来, 气得大喊, 魏无羡, 你赶紧把抹额还给她。 温潮正想着, 昨天晚上听得热闹呢, 温宁来求她能不能进去比赛时, 心情正好的她, 直接就同意她进去了。 魏无羡进了比赛场地, 找了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 把抹额掏出来, 非常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她在听学时, 就寄予已久, 却没找到机会拿来看一看的抹额, 长长的抹额末端, 还绣着颤子, 放在鼻下闻了闻, 居然是特别好闻的檀香味。 魏无羡黑黑一笑, 归我了, 谁叫我还, 我也是不会还的。 然后归整地叠好, 放进胸口处, 放完还拍了拍, 十分满足。 然后才拿出弓箭, 把附近那一个附着邪碎的风筝设下来, 天上瞬间亮起了一枚紫色的酒瓣莲烟花。 宗主那边, 恨不得把自身存在感降到最低的江峰棉, 又成了众人的焦点。 江峰棉, 阿英这个时候也乱出头。 蓝忘机也看到了那枚烟花, 向着那个方向走去, 一边走一边, 顺便地也设下来一个风筝。 江婉寅也在找魏无羡, 是想去发疯的, 可惜他运气不好, 压根没碰到。 可是蓝忘机却很顺利地找到了魏无羡。 魏无羡一个回头, 就看见了蓝忘机, 笑容灿烂, 蓝湛, 挥了挥手。 蓝忘机看着这样的魏无羡, 知道了他也喜欢自己, 心情好到爆, 难得也笑了起来。 笑容虽然浅淡, 却足够明显。 明显到魏无羡被这笑容直接闪到了, 傻了吧唧地看着蓝忘机, 半晌回不了神。 蓝忘机看着明显是被他迷住的魏无羡, 心情更加愉悦了, 走进了几步, 来到了魏无羡的面前。 魏无羡突然又伸手摸了摸蓝忘机的抹鹅。 哎, 你怎么又有了? 蓝忘机握住魏无羡, 想要把这条妈鹅再拽下去的手, 无奈, 备用。 魏无羡笑了, 原来还有备用啊。 魏无羡笑够了, 小声道, 咱们一起找带鞋碎的风筝吧。 蓝忘机, 好。 魏无羡虽然被昨晚看的书隔映了一下, 不过也算开了窍了, 他知道了两个男人之间的那点事。 魏无羡小心翼翼地询问, 蓝战, 你对两个男人在一起怎么看? 蓝忘机心中窃喜, 蓝家有很多同性道理。 魏无羡一愣, 蓝家居然同意的吗? 蓝忘机点头, 自然。 魏无羡踊跃表现自己, 蓝战, 你看我怎么样, 我长得风神俊朗, 修为在平背中也算数一数二。 我性格还开朗, 蓝战, 你看看我。 蓝忘机看着呢, 看着目不转睛, 嗯。 魏无羡有些着急, 你N什么呀, 说清楚啊, 我怎么样啊。 蓝忘机的喉咙滚动了一下, 魏英, 你很好。 魏无羡笑得特别甜, 真的。 蓝忘机点头, 嗯。 魏无羡歪头, 表情有些俏皮, 那你喜不喜欢这样的我? 蓝忘机修的耳朵都红了, 可是他心里记挂着, 既然魏英都勇敢地对他表达心意了, 他也应该勇敢一点才对, 魏英, 喜。 一个字喜, 就能让魏无羡欢呼雀跃, 我也喜欢蓝战呢。 魏无羡是一枚好用的棋子, 可是并不是不可取代的, 加上蓝家给的好处, 足够江丰眠动心, 他也就果断地放弃了魏无羡的所有权, 魏无羡回来开开心心地, 走到了江丰眠的身边, 江叔叔。 江丰眠, 阿英啊, 你是不是喜欢蓝家的二公子? 魏无羡有些害羞, 脸红扑扑的, 江叔叔, 你怎么知道的呀? 我才跟蓝战表白。 甚至是刚刚明白自己的心意, 然后直接出手拿下, 快得魏无羡自己其实还有些没回神。 江丰眠笑了笑, 一副我理解你的样子, 阿英, 你好不容易有了喜欢的人, 江叔叔自然不可能棒打鸳鸯, 可是啊, 这蓝旺鸡毕竟是蓝家的嫡系, 是万万不可能让你娶回家的, 只能你去他们家了。 魏无羡抿了抿嘴, 江叔叔, 无羡愿意。 虽然蓝家真的有很多规矩, 不过那里有蓝战啊。 江丰眠, 那你这次就跟着蓝家人去蓝家吧, 我会发出公告, 就说你学成离开江家了。 魏无羡一愣, 江叔叔, 就算我跟蓝战成亲, 也, 江丰眠阻止了魏无羡继续说, 江叔叔也是为了你好, 只有你无牵无挂了, 蓝家才会真心对你。 魏无羡懵了, 他总觉得江叔叔说得不对。 江丰眠的想法也很简单, 若是让魏无羡 以江家大弟子的身份 跟蓝忘姬成亲, 他江家还要出一大笔银钱, 毕竟魏无羡不是女子, 也没有聘礼什么的。 结果就是蓝家出的 和江家出的都归他们所有了, 魏无羡到了蓝家, 有了道理, 之后对江家还能有亲近, 江丰眠想打个问号, 最关键的是, 魏无羡的身体问题, 他去蓝家之后被查出来了, 难免会对江家有怨怼, 所以直接把人卖一笔钱, 才是对江家最好的结果。 在江丰眠的劝说下, 他带着自己所有的东西, 其实也没多少东西, 就去了蓝忘姬身边。 蓝熙辰笑道, 吴县,你放心, 你来了蓝家之后, 你就是我蓝熙辰的亲弟弟, 忘姬有的你也一定会有。 魏无羡笑了笑, 多谢蓝少宗主。 蓝熙辰, 吴县可以直接叫我大哥的。 魏无羡, 大哥。 蓝熙辰笑得牙不见眼, 唉。 蓝启仁回来, 就发现, 魏无羡在他们家堆里了, 迷茫, 魏无羡怎么在这里。 蓝熙辰这才想起来, 事情还没跟自己叔父说呢, 拉着蓝启仁去了另一处, 叔父, 无羡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人了。 蓝启仁, 什么? 蓝熙辰, 旺姬和无羡两情相悦, 所以我从江家把无羡要了过来, 以后就是我们蓝家的人了。 叔父, 你开不开心? 蓝启仁, 谁和谁两情相悦? 蓝熙辰重复, 旺姬和无羡啊。 蓝启仁, 蓝旺姬和魏无羡。 蓝熙辰, 叔父, 自然是蓝旺姬和魏无羡啊, 这修真戒也没别的人叫这个字了呀。 蓝启仁, 你让老夫冷静一下。 蓝熙辰迷茫, 这就什么可冷静的, 不是好事吗? 蓝启仁痛心疾首, 为何是魏无羡啊? 金光扇得到了江峰眠之后, 就觉得他有些索然无味, 在床上也不足以满足他。 他的目光又回到了温若寒身上。 魏无羡, 呃, 温若寒本来继续闭关闭得好好的, 咬牙切齿, 别让我抓到这个声音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蓝启仁, 耳朵疼。 其他人, 嘿嘿嘿, 看来江峰眠不怎么行啊。 金光扇跟温若寒私混这几天, 温若寒除了跟藏色散人以及蓝启仁玩, 就是跟聂家的少宗主聂魏旭切磋武艺。 金光扇看出来了温若寒跟藏色散人蓝启仁都没什么那种感情, 反而跟聂魏旭之间的感情, 让金光扇有一些捉摸不清, 让金光扇心生极度。 金光扇从第一次见到温若寒就缠他了, 缠他恐无有力的身体, 俊俏的脸庞, 霸气的气质, 这一切都让金光扇在没有江峰眠的午夜惊醒, 湿了裤子。 魏无羡, 呃, 温若寒崩溃地捂住自己的胸口,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怎么老聂也出现了? 聂明觉气得不行, 我爹才跟温若寒那个狗贼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金光扇已经摆烂了, 也没办法阻止流言, 他能怎么办? 他已经想开了, 不就是在他好色的传言上, 把范围从女阔大到男女不济吗? 无所谓。 江家因为这个听书又出现, 刚被哄得差不多的于子渊又发了疯, 大半夜的就要飞去兰陵金市弄死金光扇, 还好江峰眠拦住了他, 可是发疯的于子渊只能把怒火全部发在了江峰眠身上。 在大家都听热闹的时刻, 莲花屋的夫妻俩又打起来了, 热火朝天的, 旁边是满脸无措的江婉吟和江艳离。 蓝起人恨不得把自己敲晕, 不再听这种让自己从头恶心到脚的内容。 金光扇试着去接近温若寒。 温若寒这人并不好接近, 即使他对金光扇的第一印象并不差, 可是已经听学两个多月了, 两人的关系止不于认识, 让金光扇很难过。 金光扇想要发疯, 可是温家又不是金家可以比拟的, 光凭江丰眠他又得不到满足, 他转头盯上了其他人。 他看到了疑似跟温若寒有一腿的聂未婿, 虽然他嫉妒, 他可以跟温若寒亲近, 可是金光扇看着他胸口都要撑抱的胸肌, 金光扇暗暗地咽了咽口水。 蓝望鸡拿出纸笔开始墨写家规, 只有这种时候, 他才可以静心, 甚至开始倒立墨写。 魏无羡喝了一大口茶, 把胸口恶心的感觉往下压了压。 聂未婿比温若寒更加不好接近, 金光扇努力地讨好他, 得到的却是聂未婿一次又一次地侮辱, 什么不像个男人, 嗓子为什么要夹着说话, 伤到了金光扇那颗并不坚强的心。 金光扇恨上了聂未婿, 他发誓总有一天, 让他后悔不曾接受他的嗜好。 金光扇又在盘算着剩下的人, 未尝则长得倒是好, 却身份低微, 名分上是江家的大弟子, 其实就是江宗主给江丰眠培养的死侍, 先门百家谁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他不屑于让他触碰自己的身体。 蓝启仁就睡在了蓝寺长老的院子里, 一根银针下去, 蓝启仁直接见舟宫去了。 不知道还有这种好办法的蓝忘机, 还在苦哈哈地倒立墨写家规。 金光扇尝了很多人, 让金光扇嫌弃的江丰眠, 居然还是不错的, 让金光扇十分失望。 他躲在暗处, 盯着温若寒和聂未婿切磋, 真是丽与美的结合, 金光扇更想得到他们其中之一了。 见走偏锋的金光扇, 想到的办法无非是醉酒, 下药, 可是这两人跟他关系一般, 他压根找不到机会。 在他馋得发疯的时候, 有一个替代品出现了, 正是他蓝灵金市附属家族秦家的少宗主, 长得跟聂未婿一般, 是那种恐无有力的类型。 他满意地拍了拍秦苍叶的胸口, 感受着手下的肌肉, 他觉得身体瞬间就软了。 秦苍叶顺从地横抱起金光扇, 把他抱进了房间里, 让他感受到了什么是满足。 因为有秦苍叶的存在, 他才没彻底失去理智, 算计温若寒和聂未婿。 秦苍叶, 污蔑, 都是污蔑。 他绝对跟金宗主没有过那种关系, 本来寻死觅活, 觉得对不起夫君的秦夫人, 本来觉得自己爹是自己最崇拜的人的秦宿, 我才不信。 哼了一声, 继续听。 魏无羡摸了摸下巴, 所以有了这个秦苍叶, 温宗主和聂老宗主才保住了清白。 温若还捏了捏眉心, 沉默给出了闭关的地方, 他觉得现在不是闭关的好时机, 这个破故事不写完, 他永远都没办法安心地闭关。 他现在只求, 这个故事中再也不要出现温若寒三个字。 对了, 老聂没了, 去祸害他吧。 聂明觉这人就算没有刀铃的作用, 也是那种毅然一爆炸的性格。 相信他如果听到金光善辱了他父亲的内容, 会直接去金灵台砍了金光善。 对于金光善来说, 最好的时光过去了, 让他感觉到快乐地听学时光就这么结束了。 他也回到了家, 他看到了让他最厌恶的大哥。 凭什么? 明明他什么都比他这个废物大哥强, 他只是比自己早出生几年, 他就可以成为金家的继承人, 而他只能是金家的二公子。 他不甘心。 还好他有了几个库下之臣, 正好江家庞系叛乱, 金光善与好友的关系也出手帮了帮他。 没想到江家庞系的势力那么大, 最后力挽狂澜的, 居然是魏长泽和跟魏长泽好了的脏色散人。 魏无羡眼睛亮亮的, 阿爹阿娘真厉害。 而没把这个故事当真的人, 突然就沉默了。 这段确实如此, 而金光善的节操确实没办法估量下线, 这个故事难不成真的是真的。 就连温若寒都开始怀疑了, 他在听学的时候确实跟小古板, 风丫头还有老孽关系好。 金光善也确实总来溜须拍马, 不过他没搭理过他而已。 江老宗主重伤病逝, 江丰眠成了江家的宗主, 金光善的底气更足了。 只不过江丰眠居然娶了妻, 还是臭名远扬的眉山于世的余子渊。 魏无羡, 阿! 这, 有些痛苦地捂住了眼睛, 可是还想看看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比如, 金光善到底怎么坐上了金家宗主之位, 还有他父母的故事, 他都想知道, 只能忍着蜡眼睛, 继续往下看。 金光善的夫人还没怀孕呢? 他的嫂子先有了, 女人对自己的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心知肚明, 尤其是金光善的倒霉大哥压根就不怎么去他夫人的房间。 金光善有了第一个儿子, 金夫人猛地站起来, 他想起来金子勋, 因为他父母意外离世, 不得不由他抚养长大的金子勋。 金夫人咬了咬牙, 若金子勋是金光善的儿子, 他必须死。 金光善有些慌了, 除了那些男男关系是假的外, 其他的确实是他干的。 金子勋也确实是他的儿子之一。 金子勋惊喜地站起来, 我是叔父的儿子。 我居然是叔父的儿子。 在凶嫂的帮助下, 成功地在他倒霉兄长饭菜中下药, 下的是让人慢慢虚弱的药。 可惜凶嫂为了取信他, 只能陪着一起吃, 最后夫妻俩前后脚的病逝。 不过在他离开人世之前, 金光善去见了他, 跟他保证他们的儿子才是下一任的金家宗主。 这女人笑着离开了人世。 金夫人冷笑, 喝。 金子勋大吼, 不可能, 堂兄怎么可能是我的亲兄长? 绝对不可能。 金光善慌张地开始叫人来金灵台, 收拾东西, 按照这个故事, 继续讲下去, 他干的事情一定会被暴露, 他倒是焉有活路, 还是赶紧跑路为好。 金光善看着他身体健壮的父亲, 他等不及了, 只有他, 才能带着蓝灵金氏走向辉煌, 他的父亲可以去死了。 金光善成了金宗主唯一的儿子, 金光善还表现得十分孝顺, 所以, 金光善有了很多机会, 最后给他下了跟他那个倒霉兄长一样的药, 成功地升级为了金宗主。 温家聂家兰家也换了宗主, 甚至兰聂两家的继承人都出生了。 金光善开始筹谋, 他永远不放弃得到温若寒的想法, 这想法让他魂牵梦营, 难受到只能每日找男人或者女人来解闷, 来解相思之仇。 温若寒, 又不然还是弄死金光善得了, 金光善死了, 不知道这个鬼故事能不能停。 金光善有了自己的嫡长子, 他其实并不在乎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 孩子嘛, 有的是, 甚至遍地都是, 他甚至都不愿一样。 江丰眠来找他了, 这次居然是求他帮忙。 金光善来了兴趣, 江丰眠居然是想让他把在乱葬岗附近 一个镇压斜碎的结界打开。 金光善挑眉, 你怎么知道贾忠信是我的人的? 江丰眠笑得甜蜜, 我那么爱你, 你的事情我知道不是很正常, 善儿, 你可以相信我的, 我可以为了你去死。 温若寒皱眉, 贾忠信, 这边温大长老感觉要暴露出什么让他震惊的事情了, 正好贾忠信他知道, 温潮地走狗。 魏无羡颤抖着身体, 擦了擦因为眼泪看不清屏幕的眼睛, 继续翻页。 蓝忘机倒立抄书太投入, 压根就没入耳, 也就失去了第一时间去魏无羡房间里安慰他的时机。 魏无羡也就没发现, 原来他看的书被一个声音播报给了全世界。 江丰眠那边也没有时间关注他的秘密暴露的事情, 他正在坚强地抵抗发疯的余子渊, 身上已经被余子渊抽了好几鞭子, 如今正在跟江婉淫求助, 让他想办法打晕余子渊。 江婉淫才不管呢, 他其实是他娘那边的。 江雁离倒是更亲近父亲, 可惜他什么也不会, 没办法帮助江丰眠, 正在一边哭一边求着江婉淫。 江婉淫却在别扭江丰眠背叛他阿娘这件事。 金光善、阿眠, 他俩不是有个小崽子吗? 怎么处理, 杀了也扔进乱葬岗。 江丰眠笑得很畅快, 不用, 我训练一下, 给我家阿诚用。 金光善痴笑, 很喜欢你儿子。 江丰眠搂着金光善温柔哄道, 你放心, 阿诚会孝顺你的, 这是我们俩的儿子。 金光善娇俏地往江丰眠怀里蹭了蹭, 这还差不多。 魏无羡躲进被子里, 憋着声音哭了一阵, 才钻出来继续看。 而其他人听到这么大一个瓜, 眼睛都瞪溜远的, 剧精会神就怕少听一点。 就连里面两人打情骂俏, 那傻傻的剧情都没办法影响他们听正经剧情的心。 金光善去看了看江丰眠训狗的手法, 其实也就那样, 看着那小崽子被扔进巷子里, 整天吃不饱穿不暖, 偶尔还会被放狗咬一顿。 金光善觉得有意思, 笑了两声, 转身又去找江丰眠了。 他也有他的计划, 这几年, 温若寒收养了两个孩子, 贾中信和真卧低, 已经成功地成了温潮和温絮的心腹了。 金光善是一定要温若寒滚落尘埃, 最后只能看着他的脸色活着, 到时候, 他想怎么跟他做, 就怎么做。 温若寒, 我去杀了金光善, 起身就要去兰陵金市杀人去, 被温大长老拦住了, 他应该已经跑了, 贾中信和真卧低, 已经抓起来了, 正在拷打中, 看看金光善到底做了什么吧。 温若寒气得不行, 呼吱呼吱地忍着气又坐下了。 金光善还恨一个人, 那就是聂未婿, 明明温若寒闭关, 连收养的儿子都不怎么见, 可是每年至少出关两次, 也要跟聂未婿比武, 金光善在极度中逐渐变态。 他让贾中信, 再一次温若寒跟聂未婿比武之后, 提出让他看看聂未婿刀的建议。 温若寒果然同意了, 聂未婿因为相信, 温若寒夜就同意了。 聂家人纷纷站起来。 温若寒皱眉, 确实有这事。 温大长老灵光一闪, 所以聂老宗主不是你害死的。 温若寒委屈, 我害死老聂做什么? 我疯了。 温若寒看了几天, 贾中信就主动地把刀亲自送去了不敬事, 当然在金光善的致死之下, 他在刀上做了手脚。 那一夜的蓝铃很热闹, 可惜聂明爵带着人把蓝铃金事差点翻掉个, 也没找到金光善的下落。 大家都懂了, 金光善这狗东西跑了呀。 不过金光善这一逃跑, 也就确定了这个故事是真的。 聂明爵气到发疯, 在金灵台拿金家人练刀法, 他对不起他爹呀, 他爹死都死得不安生, 居然被金光善给玷污了。 呜呜, 壮汉控制不住自己了, 想流泪。 魏无羡继续看下去, 金光善心满意足地挑起争端, 先是吩咐贾中信忽悠温潮, 把水行渊赶往蓝家, 挑起蓝家和温家的矛盾, 然后接着金子轩去听学, 派人查探蓝家的阵法。 得到蓝家阵法图纸的金光善, 等待时机。 蓝寺长老皱眉, 金光善居然做了这些事, 那个水行渊居然也是金光善所为。 时机到了, 温家清堂会后, 他让针卧低把阵法图纸给了温旭, 温旭这个脑子空空的, 果然就上当了。 一句, 你若把蓝家攻下来了, 想必宗主一定对你刮目相看。 温旭就像个二愣子一样, 带着五千大军攻上了云深不知处, 烧了藏书阁。 金光善有一个不太在乎的私生子, 叫孟瑶还算机灵, 让他安排去救蓝溪尘了。 蓝家不能伤筋动骨, 还要利用蓝家对付温家呢。 孟瑶真的不负金光善所望, 居然笼络住了蓝溪尘。 蓝溪尘, 呃, 他发誓以后离叫孟瑶的远远的, 他真的害怕, 这个故事里居然出现了他的性命。 魏无羡小声道, 大哥, 不行, 一定不能让大哥被金光善利用了。 金光善再接再厉, 让人鼓动温旭攻打聂家, 聂家也被打了。 温朝这边, 居然没经过他的允许, 私自带人攻打了莲花物, 等他知道的时候, 他的情人江丰眠已经死在了莲花物。 金光善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痛苦。 江丰眠毕竟是他第一个男人, 总是与众不同的。 他调查了一下, 发现居然是于子渊那个蠢妇挑衅温潮, 结果导致被灭门, 只逃出去了魏无羡和江婉淫。 魏无羡三个字, 惊醒了沉迷倒立墨写的蓝望鸡, 他放下笔, 坐好。 魏无羡被江丰眠训练得真好啊, 江婉淫被抓回去之后, 金丹被化了, 再次出现, 居然有了金丹。 金光善不知道江婉淫的金丹怎么回来摁, 不过应该跟魏无羡有关吧。 魏无羡皱眉, 蓝望鸡握紧拳头, 摄日之争。 对, 只要温家这轮太阳落下来了, 温若寒就是他的了。 打呀, 打呀, 百家还是太弱了, 金光善在百愁莫展的时候, 那个消失已久的魏无羡出现了, 他居然可以遇失。 魏无羡猛地睁大眼睛, 遇失。 蓝望鸡一愣, 猛地开门, 去了魏无羡的房间, 魏英。 魏无羡转头, 蓝战, 你还没睡啊? 蓝望鸡, 你听到了吗? 魏无羡茫然, 听到什么? 蓝望鸡, 知道这个声音, 所有人都能听到, 大家听到魏英有这个本事, 对魏英没有好处。 在百家疯狂找金光善的下落时, 云梦将逝。 于子渊越打越疯狂, 江丰眠一听, 江家被灭, 居然是因为于子渊。 下手也开始狠立起来, 江丰眠对那个故事心里有数, 绝大部分都是真的, 除了他跟金光善有一腿这件事是假的。 两人打起了真火, 没多久, 两人身上就血淋淋的了。 江婉淫一看不好, 主动上场, 他自然不是帮江丰眠的, 是帮于子渊的。 江丰眠打上头了, 于子渊也上头了。 最后, 于子渊一鞭子抽到了江丰眠的头骨上, 江丰眠一见穿心母子俩。 就这么, 一家三口共赴黄泉。 江彦离看到这样的场面, 崩溃大叫, 这个时候, 那些江家弟子才姗姗来迟, 不真心地掉了几滴眼泪。 江彦离被一个修为还算可以的弟子, 直接抢娶了, 然后以江家女婿的身份, 继任了江家宗主。 魏无羡正在看最后一段, 金光扇也没活太久, 他心心念念地温若寒死了, 最得他心的江丰眠也死了。 虽然改名为金光扇的孟扬和孝顺的江碗淫, 把魏无羡弄死了, 也没让他多活很久, 很快离开了人世。 金光扇还特意在金光扇弥留之际, 叫了他最喜欢的男男女女, 最后伺候了他一程。 金光扇死后, 金光扇继任了金家的宗主之位, 虽然娶了同父异母的妹妹为妻子, 日子过得还算幸福, 可是他也基于他的两位义兄。 蓝熙尘一向听他的话, 也就算了, 可是聂明爵总是呵斥他, 让他又爱又恨。 听话的蓝熙尘, 求求了, 不要再出现他的姓名。 聂明爵虎躯一颤, 双手突然抱胸, 难不成, 我也, 聂大长老同情地看着他。 金光扇步上了父亲的后尘, 他弄死了聂明爵, 不仅尝到了死去聂明爵的滋味, 还把他的头放在了密室之中, 日日夜夜地陪伴。 聂明爵崩溃, 阿金家人都不是人啊。 聂大长老, 也没有叫孟瑶或者是金光瑶的人啊。 一旁的聂怀桑提醒他, 他是金光扇的私生子, 八成没认回去呢。 算了, 如今他掀不起什么大风浪的。 他会私下派人弄死这个人的, 居然这么对他大哥, 即使什么没干过。 他也死定了。 就这样平静地过了十几年, 聂怀桑还是调查出来了他大哥的死因, 最终找到了聂明爵全部的遗体, 缝合在一起, 变成凶尸的聂明爵想要杀了金光瑶, 金光瑶却发疯地想要拉着蓝西辰一起, 以求达到三人可以埋在一起的成就。 没想到最后蓝西辰被聂怀桑就回来的魏武献救了。 最后, 金光瑶只能跟聂明爵死同寝了, 对于金光瑶来说, 也算一个遗憾, 少了一个人。 全文完, 蓝西辰, 他到底还是干净的吗? 不过还是地洗好啊, 他差点就被拉进去了, 呜呜呜, 聂明爵真哭了, 我的命好苦啊, 居然要跟他埋在一起。 云平, 听到了关于自己未来的梦幺, 决定再也不离开云平, 甚至还改了名字。